第十五集关渡之战上 袁绍本想联合江东的孙权供给曹操 但是曹操抢先册封孙权为将军 金领汇姬太少 稳住了孙权 这就更加激怒了袁绍 袁绍不顾众人的反对 决心统帅七十万大军 讨伐曹操 主公 曹军虽然人数不多 但却久经训练 我们现在匆忙争讨 恐怕占不得便宜啊 陈锋 你怎么这样固执呢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凭借山河之故 互封人众 不断派小谷部队骚扰曹军 这样用不了几年 就能够打败曹操了 陈锋 出征在即你想祸乱人心吗 主公 主公 天风也是为主公着想啊 主公 天风言之有理啊 什么 主公 天风说的确实有道理 还请主公三思啊 你交出兵权 有审配指挥 你自己三思去吧 主公 出征必败呀 来人 在 把这个风子关进地牢 等我得胜回来 再做处理 足够 好 快走 快走 袁绍的军队是我们的十倍 冯霄 你怎么看这场战局 主公必胜 袁绍必败 根据呢 你的根据是什么 我军是以党时的精锐之师 加上主公能知人善任 好 尹优 你的看法呢 我倒不担心袁绍的兵多 担心粮草不足 是的 我们粮草不足只能速战速决 说得太对了 好 明天决战 我要一举全金曹军 还请主公三思 我们现在还不是决战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 许多经年战乱 曹军粮草不足 只要我们坚守阵地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曹军困死 是不是啊 正是 这才是万无一失的上策 我看你是被曹军吓倒了 主公 如果我们轻视曹军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啊 胡说 把他拉下去 关节来 是 主公三思啊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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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三思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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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辽 给我拿下这个反贼 是 来 两部队 一帅三千天机 突破地震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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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撤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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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曹军退到哪里了 退至关渡 我军遭遇曹军顽强抵抗 损失很大 已经停止前进了 主公 我有个办法 可以把曹军赶出关渡 这样不用多久 就能夺取徐州 请不吝点赞订阅 怎么回事 不是在做梦吧 你们看 这 这 为什么是这样 你们看 他们把尽强加高了许多 是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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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现在军心很乱 必须设法抵御乱剑 如果我们不能抵御的话 就只能放弃关渡了 丞相 您请看 你的想法非常不错 就按着图纸造吧 牛胆快出来 决胜定四兄 决胜定四兄 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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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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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儿呢 什么动静啊 快看哪儿 什么玩意儿 什么动静啊 什么动静啊 速那比较老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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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丞相的极箭 寻语和我的看法一样 回信告诉他 快送粮草 是 丞相 末将弄到了丞相所要的绝密情报 我想一定是袁绍的补给线 对 正是 好 好 追 别动 放开我 老师 大人 发现出信 曹操的粮草果然是难以为继 主公知道我从前是曹操的朋友 我要是拿不到这个证据 他是不会相信的 曹操怎么也不会想到 是他的老朋友设法夺取了这封密信 这就叫做各位其主 曹操的狡诈超过了我的想象 不过我竟有足够的粮草 惊得起一场持久战 大将军 我觉得补给队遭到了曹操的袭击 粮草全被烧光了 那亚运关在什么地方 已经战死了 废物一群废物 主公 这可是个教训 乌朝是我们的屯粮之地 一定要派重兵守卫 淳于穷 你带两万人马驻守乌朝 是 主公 昨天你怎么不来参加议事呢 我在设法夺取曹操快要断粮的证据 这是曹操给许昌的密信 现在许昌空虚 主公可派一路人马袭击许昌 只要夺取许昌 捉拿曹贼就易如反掌 眼下曹军粮草将近 这正是天赐良机啊 曹操狡诈 想必只是一个圈头 主公 天赐良机 稍纵即逝 垂毁莫及啊 大家退下 让我们好好想想 早知主公如此 我等何必冒死去去曹操的密信 主公不是说了吗 他想想再说 我看说不定 这只是主公的托词 石大人 石大人 主公要见你 看 主公不是明白了吗 我们就等着要进许昌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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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许游 你这亲戚在夜层受贿 听说你一直在匹护他 你这样的人居然有脸像我见计 难道我不知道 你以前和曹操是好朋友吗 我看你是收了曹操的彩礼 在我这儿 当卧底的 主公 亲戚受贿的事 我根本不知道啊 以前我确实是曹操的好朋友 可是以前主公和曹操 不也是好朋友吗 放肆 你最当斩首 现在暂时把你的脑袋 寄放在你的脖子上 给我滚吧 不 不 你 你在看 大人 不渴啊 不渴啊 大人 不渴啊 大人 大人 不渴啊 不渴啊 我的执儿是被陷害的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济州的乡亲 远少听不见大人的济某 必败无疑 你是曹操的老朋友 为何不去投靠他呢 丞相 有个叫许优的急着要见丞相 资源 资源 你是来雪中送炭的吧 阿满兄 此话怎讲啊 你看看 我连鞋都没有穿哪 来 让我进去穿上鞋再说行吗 来 好好好 资源 先受我一拜 这 您是丞相 我可担当不起啊 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 怎么能按照官场的规矩呢 我选了远少做主子 可他却言不听计不从 所以我离开他来投奔你 请你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 收留我吧 资源能来 我是如鱼得水啊 来 请你 指教我破缘之术 我昨天向袁绕建议 趁虚袭击许都 对你首尾夹击 他要是听了你的 我早就完了 请问你们的粮草 还能维持多久 一年的时间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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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阿满兄 我是真心来投靠你 你却对我撒谎 那我待在这儿 还有何意义啊 资源别生气 其实我只有半年的粮草 未必吧 说实话 只够三个月的了 识人都说 蒙德是当代艰雄 现在看来 果然不错 资源 千万不要生气 丁不一眼诈吗 其实 我只有一个月的粮草了 别撒谎了 你的粮草将近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得到了 你给许昌的催粮信 资源 你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衷心的希望 得到你的指点 我有一测不用三天 就能让元少的百万之众 不攻自破 你想听吗 我当然想听了 元少的粮草之众都在乌朝 可他居然派了酒鬼纯鱼求助手 你到时可派人冒充元少的部将将其前往无朝 扎成加强那儿的防卫 趁机收回那儿的粮草资重 遥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